瑪利居里开创了核子科学研究的先河 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 19世纪末瑪利居里 从波兰这个穷苦的国家来到法里 跨过巴黎秋泉 进入放射性的研究 他艰苦卓绝的研究努力 以及传奇的医生 的确值得年轻的学生来学习 我们在这个铁奖里面 会讲到瑪利居里 她的人生奋斗 她如何做出放射性发学的研究 从而获得两次诺贝尔奖 她如何培养年轻的一代 包括她自己的女儿 得到第三次诺贝尔奖 她们的家族 总共有五次诺贝尔奖 这样丰盛的结果 是一个传奇故事 在这里也讲 我们也要谈到 20世纪人类在核子科学上面的重大成就 怎么样从这些放射性来发展出 她的能源用途 医疗用途 和平用途 作为一个女性 开拓了女性参与科学研究的空间 并带领了这么多后人的学生来进行 20世纪在放射科学 核子科学方面伟大的进展 从而在核子科学 医疗能源方面开发光范的用途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并纪念它 另一边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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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